嫁给什么人能由得了我吗 你一直在提前 就嫁给有钱人吧 嫁有钱人可是当小老婆 当小老婆就当小老婆 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吗 当年夏天 宋莲十九岁 她穿着一身学生装 走小路避开了迎亲的队伍 独自一人 拎着行李箱 来到了陈府 陈府大院 高强耸立 幽深寂静 不见人影 管家带她走入院内 看到丫鬟燕儿正在洗衣服 燕儿看着她的穿着 可能跟自己差不多 友好的问了一句 一听管家喊她似太太 脸色一下变了 宋莲看着她 瞬间转变的态度 也毫不示弱地指使燕儿 把箱子拎到房间去 宋莲走进房间 第一眼就看到满屋的红灯笼 还正在好奇之际 仆人们扛着灯笼走到院内 开始点亮灯笼并高高挂起 使灰暗的院子 增添了一丝喜庆 曹二婶带着丫头们来到宋莲跟前 按照规矩 开始给宋莲洗脚 一块红绸缎 盖在宋莲脚上 曹二婶拿起空心小锤 轻轻地敲打宋莲的脚底 空心小锤的沙沙声 响彻整个府院 这时的宋莲还有些不适应 曹二婶便说 慢慢你就习惯了 丫鬟们帮宋莲洗漱完毕 宋莲坐在床边等待着 只听到外面有人喊 恭喜老爷大婚 陈老爷推门进屋就问 脚锤得舒不舒服 还说女人只要脚舒服了 就什么都调理顺了 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 青纱红帐下 透露出暧昧 宋莲建议把灯灭了 陈老爷却说 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 才点这么多灯的 半夜过后 听到敲门声 丫鬟禀报 说是三太太病了 请老爷过去 陈老爷虽不情愿 但也无奈地起身 去了三院 管家一声 三院点灯 在整个府院回想着 这就是宋莲的新婚之夜 没有甜言蜜语 没有欢声笑语 没有任何仪式 也没有祝福 独守空房的宋莲 端起一盏灯 站在镜子面前 从此 镜中人不再是少女 第二天清早 管家带着宋莲 拜见臣府的老祖宗 一路上还向宋莲说着 臣府的老规矩 管家带着宋莲来见大太太 大太太手持佛珠 面无表情 等宋莲走后 就听到她一声叹息 罪过 罪过 来到二太太 卓云房间 二太太慈媚善目 热情招呼宋莲 还跟她聊起了家常 宋莲说 大学只读了半年 家父就去世了 家里没有钱 再供我上学 继母就逼着我嫁人 宋莲还问 二姐昨天晚上 脚锤得舒服吗 卓云笑着说 这脚不是谁锤就能锤的 老爷要住哪院 哪院才点灯锤脚 以后要是能天天锤上脚 在陈家 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正说着 二太太的女儿走过来 向宋莲问好 还说自己没本事 只生了个丫头 管家提醒要去见三太太了 卓云笑着 说三太太以前是戏班最红的明觉 还为昨晚的事 为宋莲抱不平 还说她那病都是被老爷灌出来的毛病 宋莲来到三院后 三太太却称病不见 只在门口见到三太太的儿子 宋莲见状生气地转身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 宋妈带着燕儿来见宋莲 说是她以后就是宋莲的丫鬟了 宋莲讽刺道 头上没有狮子吧 还说她头上味太大 让她去洗头 顺便把换下的衣服洗了 宋妈见燕儿闹情绪 就劝她说 你看着老爷喜欢你 就想当太太了 就算老爷这次不娶宋莲 四太太也不会是你 别再胡思乱想了 燕儿端着衣服 还厌恶地在衣服上涂口水 吃饭时 三太太眉衫 姗姗来迟 只见她穿着大红旗袍 眉目如画 千娇百媚 等三太太入座后 大太太和二太太 赶紧给宋莲加菜表示欢迎 只有三太太无动于衷 宋莲不爱吃肉 老爷说 按府上的规矩 只有点了灯 才能点菜 于是 宋莲就点了菠菜豆腐 傍晚 四位太太按规矩 站在了院门口 只见一个老仆人提着灯笼 摆到了宋莲面前 寺院点灯 空心小锤的沙沙声响起 宋莲也开始享受这种感觉 晚上 陈老爷得意地问 到现在 点灯锤角是不是绝出点意思了 再过几天 你更离不开她了 没过一会儿 外面有人敲门 说三太太又病了 宋莲知道了 她是装病 就向老爷发脾气 老爷为了安慰宋莲 就没有过去 可一大清早 宋莲被眉山唱戏的声音吵醒了 老爷告诉她 这个眉山 是高兴了就唱 不高兴就哭 宋莲气不过 就顺着声音来到屋顶 看到眉山红衣服袖 万缕柔情 鸟鸟鱼音 异曲唱罢 两人针锋相对 唇枪舌战 谁都不愿落了下风 当宋莲推门进屋时 却看到了老爷和燕儿亲密的举动 而燕儿的眼里 却没有一丝的恐惧 而是理直气壮地 从宋莲面前走出屋 宋莲感觉被侮辱 一言不发地坐下 老爷过来安抚 却被宋莲一把推开 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 三院点灯 空心小锤的沙沙声传来 传到了宋莲的心里 她双脚摩擦 开始回味锤脚的感觉 燕儿端来洗脚水 她看了一眼燕儿 就开始数落 如果不想干就走 成天挂着死人脸给谁看 燕儿回应道 我怎么敢挂脸 天生就没脸 一句话惹怒了宋莲 宋莲站在屋顶 听着眉山的唱戏声 老爷不断地叫好声 有些失忆 他漫无目的地 在屋顶走着 无意间看到一个 挂着一把大锁的小屋 很是好奇 他顺着门缝往里看 看到了一双鞋和一根绳 这时 卓云在下面喊他下来 跟他说 在陈家不能图清净 若几天垂不上脚 连下人都会给脸色看的 宋莲问起了屋顶上的小房子 卓云说 那是死人屋 里面吊死过女人 都是上代人的家眷 陈福很忌讳这些事 以后不要再打听了 餐桌上 宋莲迟迟不动碗筷 还说 怎么没有菠菜豆腐 三太太 梅山却故意说 今天的菜太素 吩咐管家命厨房 做一个荤菜 宋莲太高傲 气不过 就离开了餐桌 回到房间的宋莲 拿出行李箱的笛子 正看着 三太太梅山 过来请宋莲去打麻将 宋莲虽有些气 但也不好拒绝 打麻将的 还有高医生和她的朋友 他们一直打到傍晚 老爷回来后 得知宋莲去了三太太那里打牌 就点了二院的灯 院里又响起了 空心小锤沙沙的锤脚声 宋莲有些心神不定 高医生问宋莲大学 为什么没有念完 宋莲却说 念大学有什么用 还不是老爷身上的一件衣裳 想穿就穿 想脱就脱 正说着 一块麻将牌掉落 宋莲弯腰去捡 却看到了眉山 用脚蹭着高医生的腿 顿时有些吃惊 她瞄了一眼眉山 又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玩牌 而此时 二太太卓云 正使出浑身解数 卖力地给老爷做着按摩 还说想给老爷再生个儿子 转眼到了秋天 宋莲看着镜中的自己说 这院里有些鬼气 陈老爷立即反驳道 胡说 哪来的鬼气 宋莲接着说 是楼顶上那间死人屋 老爷若无其事地说 是上辈的两个女人 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宋莲反问道 是一太太吧 她突然把梳子扔向门口 说是燕儿在偷看 还骂道 隔多远都能闻到她身上 那股骚味 管家过来禀报 饭已经准备好 还说厨房还特意做了 宋莲爱吃的菠菜豆腐和豆芽菜 宋莲却闹起脾气 嚷着要在屋里吃 陈老爷为了哄她 也只好答应 而三太太眉山却说 府上没有这规矩 大太太无奈道 陈家迟早败在你们手里 宋莲听到了悠扬的笛声 燕儿说 是大少爷飞蒲回来了 他随着笛声来到屋顶 看着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异性 若有所思 飞蒲转过身 两个人爱着身份 只能尴尬地简单地问候 宋莲回到房间 翻找自己的笛子 却始终没有找到 她以为是燕儿偷走了 可燕儿却死活不承认 宋莲不相信 就强拉着燕儿来到了她的房间 一开门 却被屋里的灯笼惊呆了 宋莲呵斥道 这灯笼是你一个丫鬟随便点的吗 府上的规矩 你难道不知道吗 燕儿下跪求饶 宋莲到处翻找 笛子没有找到 却找到一个布娃娃 娃娃身上扎满了针 上面还写着宋莲二字 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 她失去理智 开始拼命地撕扯着燕儿 但冷静下来想 燕儿不认字 在宋莲的逼问下 她万万没想到 这竟是二太太卓云所为 在慈善的面旁下 竟有一颗如此狠毒的心 而自己又是如此的天真 笛子既然不是燕儿拿的 那只能是老爷了 老爷问她 笛子是谁送给你的 宋莲回道 那是我父亲的遗物 老爷有些惭愧 怪我多心了 我还以为是哪个男生送的 就把她烧了 宋莲顿时无语 她只觉得 在这个大院 连自己一点点隐私 都不能容下 老爷见宋莲伤心 又劝说无果后 生气地说 我最讨厌 别人给我脸色看 就去了二太太卓云院里 第二天 二太太卓云来找宋莲剪头发 还得意地说道 老爷建议她把头发剪短 就显年轻了 宋莲开始厌恶卓云 她剪断一缕发丝 突然间 一声尖叫 我的耳朵 宋莲看着疼痛不已的卓云 害怕地愣在那里 三太太梅山笑着走过来 还称宋莲做了自己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情 可能梅山觉得 宋莲知道了卓云的恶 就开始向宋莲倾诉 这么多年来 卓云对自己做的那些恶事 当年她跟卓云一同怀孕 卓云却暗地里 叫人给她下了堕胎药 结果她命大 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 还是个男孩 她却生了个女孩 还跟宋莲说 你刚来 老爷对你的新鲜劲还没过 往后时间一长 你要不给陈家添个儿子 苦日子就在后头 虽说你是个读书的 我是唱戏的 但我们这种人都是一回事 老爷来看望二太太卓云 她开始向老爷哭诉 说是宋莲记恨她 把她害成这样 还差点要了她的命 老爷无奈 只好答应多陪她几天 二院点灯 锤脚声响起 卓云正享受着 宋莲过来跟她道歉 卓云满脸对笑地说 四妹你多心了 谁说你是故意的 我还要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那一茧子 这些日子老爷也不会一直在我这儿 空心小锤的沙沙声也传到了燕的心里 她幻想自己当上了太太 幻想着锤脚的感觉 而此时宋莲也闭着眼睛想象锤脚的感觉 她叫来燕给她捏脚 又嫌燕捏得不舒服 燕气不过就说 有本事 让曹二婶给你锤呀 宋莲狠狠地说 我有没有本事 慢慢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 宋莲怀孕了 按照府里的规矩 寺院里要点长明灯 寓意长命百岁 宋莲成了臣府的焦点 每天都能享受这垂脚的舒适 老爷还请来了卓云为她按摩 这下她真的是扬眉吐气了 但燕更加嫉妒 她端着宋莲的衣服 不停地在衣服上涂口水 突然 她发现宋莲白色裤子上有一块鲜红 怀孕的人是不会有月室的 她立刻跑到二院 告诉了二太太卓云 卓云听后就去找老爷 建议老爷找高医生 给宋莲看一看 高医生看完后 告诉老爷 四太太没有怀孕 老爷大发雷霆 从此寺院封灯 宋莲叫住了燕 她已然明白了一切 心中的怒火 全部都发泄到燕身上 她把燕屋里私藏的灯笼 全部都扔了出来 燕也感觉自己像被人扒光 赤裸裸地站在那里 屈辱地接受审判 宋莲说道 一个丫鬟在屋里偷偷点灯 这灯笼是你随便点的吗 你把我们这些太太往哪里割 宋莲还请大太太做主 按照陈府的规矩 灯笼全部被烧毁 燕儿跪在雪地里 心里那点希望 也随着这灯笼破灭了 倔强的她始终不认错 最终倒在了雪地里 被人抬去了医院 看着燕被抬走 宋莲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种罪恶感 二院点灯 眉山又开始唱戏 戏声宛若高山流水 但又透着悲凉 大红戏袍 玲珑身段 这本应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而如今却被困在这身宅大院 宋莲痴痴地说 三姐的戏唱得真好 眉山说 什么好不好的 本来就是做戏嘛 戏做得好能骗别人 做得不好 只能骗自己 若连自己都骗不了时 只能骗骗鬼 而宋莲感叹道 人跟鬼就差一口气 人就是鬼 鬼就是人 对我来说 点灯 灭灯 封灯 我是真的无所谓了 可我不明白 在这屋里 人算个什么东西 我有时觉得 还不如掉死在那死人屋里 眉山劝道 什么死不死的 就这么活着吧 你看我成天兮兮哈哈的 就是给自己寻开心 宋莲嘲讽道 你当然可以寻开心 你可以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 眉山警告他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还挑衅地说 我一会儿就去找高医生 回到房间 宋莲让宋妈去买些酒 今天是她20岁生日 她想要喝点酒 宋妈把酒买回来 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宋莲 告诉她 燕儿死了 宋莲心里咯噔一下 燕儿的死 毕竟跟她有些关系 她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宋妈出去后 她又自言自语道 也没什么好哭的 活着受苦 死了到干净 死了比活着好 宋莲醉了 卓云赶来看她 宋莲对她说起了醉话 你有老爷疼 眉山去找她那个 跟她相好的高医生去了 我有什么 这话引起了卓云的注意 她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宋莲酒醒 就听到外面有人在惨叫 眉山拼命地挣扎着 被几个仆人压着进了院 这时 卓云走了过来 得意地说 这多亏了 昨晚你跟我说了这事 要不然 还不知道 要出多大乱子呢 宋莲愣住了 她连忙问宋妈 宋妈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她瞬间感觉自己最大恶极 她缓缓地走进房间 突然听到房顶有脚步声 宋莲看到几个仆人 正抬着眉山 往死人屋的方向走去 她偷偷跟着 亲眼看到 仆人们把眉山 抬到死人屋后离去 她慢慢走进屋子 一声淒厉地叫声传来 宋莲被带回房间 老爷也赶了过来 宋莲惊恐地说 眉山死了 你们杀人 老爷呵斥道 你看到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看到 宋莲还在不停地说 老爷无奈地说 你已经疯了 晚上 眉山房间的灯笼全都亮了 一群仆人们 捏手捏脚地走进了房间 在灯笼红光的映衬下 屋里的脸谱 都变得猙獰可怕 眉山唱戏的声音突然传来 仆人们吓得毛骨悚然 惊慌失措地逃离了房间 而此时的宋莲 也点亮了屋里的所有灯笼 留声机里传出 眉山唱戏的声音 此时此刻 白头之探 物是人非 非死即疯 夏秋冬过 又入夏 大院里的人没有春天 臣府迎来了五太太 大红灯笼又挂了起来 空心小锤的沙沙声 又响起 五太太问 那个女人是谁 曹二婶回道 以前的四太太 脑子有毛病了 在这身宅大院里 不同的女人 同样的命运 大红灯笼高高挂 由张艺谋指导 1991年上映的作品 由巩力和赛飞主演 影片改编自苏同的小说 妻妾成群 主要是以宋莲的视角 展示封建礼教下 女子的悲苦命运 揭示了男权社会下 女性被彻底误化 即使接受过新思想的宋莲 在这高强大院 慢慢失去纯真 最终也逃不过这凄惨的下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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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